金工设计师蔡医生 以其独特的古老雕花技法 打造细腻如艺术品的首饰 更曾获得国际Fendi品牌指名合作 今天的超级设计师单元呢 我们访问到的呢 是毕业于台南艺术大学研究所的蔡医生 医生你好 大家好 记得上一次看到你的作品呢 是在学学文创的部分 那那个时候呢 你有好多都是影视方面的作品 那也非常的精致 而且呢 都有属于你蔡医生的风格 那这次我们看到在成品呢 也特别做了一个展览跟成品合作 教授在夏夜的巷弄方中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在去年就是夏天的时候 搬了工作室 然后它刚好是在师大的一个 十三项的巷子里 那所以有很多的时针 我可能会在一些巷子里面去游走 那就发生观察很多老的房子 它其实外面都会种了很多不同的盆栽 不同的花草 所以就从这些观察里面 把这些元素做成我今年春夏的主题 比如说花花草草啦 或者干燥花系列 那跟真正的饰品又有什么连结呢 像我选择的是 譬如说尤加利叶 然后跟薄荷 然后还有薰衣草 然后一开始是先做比较大的一个意象的表现 然后再从这些大的作品里面 绝取出它比较小的元素 做成一些像可能项链啊 或者是耳环 或是戒指之类的一些单品 你们运用很多是镀金的系列 然后是用敲花的方法来把一片片的叶片啦 或者是花朵啦 来制作出很多的耳环啦 项链等等 对 因为我一直都是使用敲花的这个技法 那它整个制作的流程是先在金属的板材上 先用敲的方式把一些花草的叶麦敲出来 然后再用切菊的方式把那片叶子聚下来 然后我们可能还需要经过一些修边啊 然后打磨 然后来呈现出它不同的质感 那这次会跟陈品松烟书店合作 然后我们也推出镀金的款式 那一方面是呈现一种夏天的温度 它可能是淡金色 或者是接近黄昏的一种比较浓郁的金色 然后来做一些不同的呈现 包括了像珍珠和干燥花的系列 也去做了一个结合搭配 对 那像仪式的话 可能我们就会跟珍珠做一些搭配 那它整个就会比较优雅的一点点的感觉 而且是大piece的 对 像这次就有用薄荷叶 做成比较大piece的项链 那在超弧度的这种燕麦 其实是比较难去拿捏 那我们可能在大piece的部分 我们还要把很多不同的一些叶子 把它全部再焊接成一个比较大的枝叶 它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焊接的点 我老师很好奇 那会不会有很多做错的成品啊 对 有时候我们很怕一个垂直下去 然后你那个点下错了 可能就得要重来 因为你就变成一条线不在你想要的位置上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成品 在这之前 可能我们也尝试做了很多其他的叶子 但是它的效果可能没有到我想要表现的那个感觉 所以最后我们再挑选出这些 我觉得OK的 然后才把它设计成就是现在的单品 医生你到现在为止创作自己的品牌有多久了 而且你的品牌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这个名字也很特别 叫医山13 对 品牌是2010年成立 所以已经大概四年多了 那时候就是直接用我自己的名字 作为我的品牌名 那为什么会加一个数字是 因为我刚好叫医山 然后我的生日又是13号 对 所以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作为自己的品牌 在这里祝福医山 那我觉得四年也不容易 希望从现在开始呢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四年等着你 你要继续加油 好 谢谢你接受的访问 谢谢 谢谢老師